I was going, I'm going, I'm back with my brother's dad 穿著身子像我傷口麻痺裡頭 趕不回大紀元和復仇者聯盟 回到感覺還好讓我敬你一杯酒 說了很多道理 我需要他的證明 而之前你以為有兩個字叫我曉得 這個現實實實有些不公平 但是慢慢慢慢人生阿威要漏盡 那明天也將你不只注意太多 上次我只會讓我變得更堅強 雙手可是感覺會被人壓 所有朋友們 手伸起來 I'm coming home Yes, I'm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Oh, I'm coming home Yes, I'm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在這畫面不大的設計 找尋瑞士無憂 今生早就無憂 才是秋色朋友無憂 別冷靜 只欠著乱點尋找安全感 我早就帶著哭乳 日子魅力在我做完 你也算 我要人十年 把我騙我一賣 即使不如 弱金強 把手上一棒轉 人群馬不小心 舞姿更衝更感慘 Biss shop Dirby 把我迷失 總是斷碗 I can't go I can't hol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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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朋友們 請叫聲 我很主流 下流鼓指尘的装足疯 他們是我智慧 那我變得更堅強 雙手伸扣 水色牙就微微瘋 I'm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Yes, I'm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Just coming home 今天大家提早我的全新專輯 在8月11號就要正式發行 大家好我是潘瑋柏好久不見謝謝我回家了 碰到你忘了問你了 你有free style嗎 你有free wifi嗎 還有另外一個事情要恭喜瑋柏就是再過幾個小時呢 就是你的生日啦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呢 不如擇起不如壯日 我們就在這裡呢 跟所有歌迷一起來幫你過個生日 好 生日需要什麼 蛋糕 好來 來我們 就是那個是不是 有誰喔 來我們一起舉起綠氣球 為瑋柏造勢一下 好 這個是一個外星人的臉 也是這次瑋柏的一個概念 因為他在受傷的時候 一般其實我不太過生日 因為對我來說 我生日對我來說頻繁的一天 我們花了這麼多錢 你說你不太過生 所以我們就不要 當然是免不了輸啦 對 什麼叫免不了輸 不免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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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免俗就是希望就是說 他們身體健康萬事物理 你笑這麼大聲對不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個 當然 希望新專輯是有好的成績 就靠你們了好不好 耶 多多這個 把這個專輯的一些概念跟大家分享 是的 還有什麼訊息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馬上下周 你的新作品 新的寶寶 就要跟大家見面 對 就是非常開心 就是再一次可以推出專輯 自己的音樂想像 哪些概念跟大家分享 然後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 大家多多支持 Elly 其實它就是一個 因為專輯叫Elly 其實 這樣 這首歌裡面它叫 比較第三類接觸 所以就是 很明顯就是跟外星人 跟一型人的一個接觸這樣子 所以說 在裡面特別設計的 在寫歌詞的時候 特別設計一些比較 屬於可能是外星人的說法 或是發音的方式這樣 比如說 Love Me or Hate Me Now 我就改成 La Me or Hate Me Now 會有一些比較 不一樣的形容方式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這張專輯 這首歌的歌詞 其實是有含義跟概念 就是要把 一個 這種 某種人類的一種 互動模式 跟方式把它給寫出來 這樣子 我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願望的人 我認為其實蠻多事情 都 感謝老天爺 但是 如果是在工作上的時候 我當然會許兄 持續有非常好的成績 讓他希望我身邊的人 都很快樂 平安 然後都很好的一些 健康 對 什麼 你真的有相信有外星人存在嗎 我相信有外星人存在 不然我不會寫這個歌 因為 對我來說 我很喜歡看 像那個誰 許浩平 許浩平 你知道嗎 他是我偶像 因為他什麼 外星來的石頭 然後各樣的故事 他都有 所以我常常會看他的節目 跟他說的東西 所以 我也算是一個外星迷吧 很多那種陰謀論 理論 都 我都會在那種 譬如說YouTube上面 然後都會去點來看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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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